嘿,你今天过得好吗?我是千云 大家猜一下,奥运比赛里 金牌、银牌及铜牌的得奖者 谁是最不开心的? 揭晓答案,银牌得主最不开心 也就是说,比起第三名 获得第二名的选手反而是最不开心的那位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第二名的成绩明明好过第三名啊 不是应该要比第三名更开心才对吗? 但要知道,人类的心理与情感非常复杂 并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心理学家发现,在2004年奥运会中 多数金牌与铜牌得主在知晓成绩后 立刻露出了喜悦的表情 唯有银牌选手,却难演失望表情 有者强颜欢笑,有人更伤心落泪 曾有研究人员针对1992年奥运会 对那些金银铜牌得主的心情指数 做了一番调查与评估 当然,金牌选手的快乐无庸置疑 最玩味的是银牌与铜牌得主的心情 这项调查以一分代表痛苦,十分代表狂喜 让那些不知道奥运成绩的受试者 对影像中每名运动员的面部表情评分 我们都知道,人的面部表情能够传达情绪 而这项研究结果是 多数银牌得主的脸部表情只有4.8分 而铜牌得主却高达7.1分 也就是说,铜牌得主比银牌得主 看上去高兴多了 当中,行为科学家就发现了 思维模式与心情之间的逻辑关系 他们将奥运银牌及铜牌得主的心理现象 其原因归咎于反事实的思维模式 反事实思维分成了两种思维方向 一种是向下反事实思维 一种是向上反事实思维 今日推荐的一本书《后悔的力量》 作者丹尼尔就提到了这种心理现象 他将向下与向上反事实思维 分别称作《至少心态》以及《要是心态》 反事实思维 意思就是违反实际情况的思维模式 我们人天生具备想象的超能力 这世上最快的任何东西 都远远比不上我们的想象力 凭着这种超能力 我们可以立刻回到过去 也可以立即通往未来 比如现在就想象一只老虎的画面 即便我们的身体动也没动 但我们的大脑 却能立即出现我们想要的任何画面 这种强大的思维能力 可能导致我们变得更悲观 也可能使我们变得更乐观 关键是我们要如何运用 向下反事实思维 就是后悔的力量的作者丹尼尔声称的 属于一种至少心态 至少心态令我们认为 虽然事实如此 但至少怎样怎样 这是一种乐观的心态 更善于思维事情好的一面 铜牌运动员正是出于这种心态 虽然没拿到冠军 但至少还能挤入前三名啊 拥有至少心态的人 他们盘算事物有可能走向更糟 更不堪的局面 因此更能感激自己目前的处境 就如那些铜牌得主 他们寻思自己可能差点连奖牌都拿不到 这种至少心态 令他们更快乐更满足 因此笑得和冠军一样开心 再举个例子 虽然现在我的身体有些病痛 但至少我的思维清晰 还能阅读 还能思考 至少心态令人感到更愉快 更积极 更宽慰 而至少心态的相反面 就是要事心态 要事心态属于向上反事实思维 要事心态导致人们盘算事物 有更好的可能 人们会认为 要是怎样怎样就好了 这也是那些失望的银牌运动员们当下的思维模式 即便他们已经尽力了 但对结果还是难掩失落 他们会想 要是我更努力一点 要是我更专心一点 要是我怎样怎样 就能拿到金牌了 向上反事实思维 导致我们无法满足于目前的处境 更会延伸出一颗充满懊悔的心 感到无比难过 自责与痛苦 后悔就是属于这种思维模式 其实在奥运赛场上 与所有的参赛者比起来 那些能获得金牌的运动员究竟占少数 而这也代表了我们的现实生活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失败才是一种常态 成功绝不是努力就够了 还得靠机会与运气各个方面的加持才行 就如一位具备天赋的运动员 也需要遇上博乐 需要遇到好教练 更需要获得机会 才能登上更大的赛场 努力只是一个人 获得成功的其中一个基本要素 而非唯一 也因此 比起不断谈论如何获得成功 如何面对失败 如何接受失败才更该被重视 因为失败给人们带来的痛苦非常大 例如失恋的痛苦 投资失败的痛苦 失去健康等的痛苦 而我认为 要是心态能帮助我们思考更好的对策 思考其他的可能性 提高往后的表现 但是如果这种心态在日常 发生的频率过高 则会成为我们痛苦的来源 更给身心带来了危害 而至少心态也可能阻碍我们的成长与进步 因此最重要的 是不要过度沉浸在任何一种思维模式里 因为过度的乐观 与过度的悲观 带来的伤害是同样大的 有时使用至少心态 有时运用要是心态 让任何一种思考模式 成为我们积极面对生活的助力 而非阻力 最后 与你分享朵朵小语 写在《日日朵朵》里 一段很治愈的文字 到天堂的路 是由地狱的碎片铺成的 一个平静喜悦的灵魂 是由无数的苦难打磨淬炼而来的 所以亲爱的 别怕没有灯火的夜晚 也无需担忧明天的自己 会突然陷入困境 因为越是在黑暗里 越能看清楚生命深处的灵光 愿你一切安好 生活自在 我们下次见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请帮我点个赞 并订阅这个频道哦 谢谢